而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华联市公所今年特别把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的表扬大会 改以分流方式来进行 27号开始1年2天 在浩克文化会馆以怀旧风格分梯次举办表扬活动 华联市今年的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表扬活动 有别于往在大饭店的宴会厅举办 特别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将场地改在浩克文化会馆分成4个梯次要进行 并且以怀旧风格在室内搭起摄影棚 让一组组陆续报到的模范母亲留下一个难得回忆 那个妈妈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那个妈妈就是很辛苦嘛 她从玉林那边过来 然后就是跟爸爸就是白手起家这样子 然后一路带着我们三个小孩子 然后真的非常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 今天在特别的日子 妈妈能当选我非常非常高兴这样子 然后应该讲说十字名归 表扬大会继去年以cosplay宫廷风格场景 获得热烈好评之后 今年则是将场地布置成为怀旧风格的母亲小学堂 市长魏嘉贤也送给大家一个大红书包 上面印有阿母雄大的字体 这是取闽南语的谐音来表示 母亲在每个人心中占有独特地位 那我们谢谢所有妈妈过去一直以来对于家庭的付出跟贡献 那还有非常多的模范婆媳也希望成为未来社会的典范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不得不把一些规模缩小 那也希望每一个妈妈都能够永远安全平安跟健康 那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方式也能够非常温馨 那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小学堂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也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书包 那阿母最大阿母最大 那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珍惜自己的母亲 然后对自己母亲尽量表现出 不只是只有母亲姐爱她 每一天都能够爱护自己的母亲 那也祝福我们全天下妈妈母亲姐快乐 今年有50位的模范母亲及7对模范婆媳总计是64个人获得表扬 27号开始1年2天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以怀旧风格以4个梯次分流办理 这次场地虽然不大 但是现场却是充满浓浓的暖心氛围 就位学历群华联市报道